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都可能面临挑战和障碍,无论何时遇到挫折或处于低谷,都请坚持希望,不要轻易说出放弃的话。 大家好,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,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 这两天,对于老者这对妇女来说,就像在地狱中煎熬。 老者的女儿已经来到了牧羊女的家,急切地询问牧羊女的妹妹,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抱走了我的儿子,她才几个月大。 牧羊女的妹妹回答说,我没有看到过,老者的女儿坚持说,我必须找到她。 老者的女儿告诉牧羊女的妹妹,如果你在哪里看到了她,一定要去告诉阿祖坊。 牧羊女的妹妹答应了,并邀请老者的女儿喝一杯水,但她此刻心急如焚,没有心情喝水。 老者开着车赶到了,让女儿先上车,老者怀疑康特的妈妈可能是第二个嫌疑人,因为她对她恨之入骨,可能与杰斯联手做了这件事。 她现在就是前往康特母亲的路上,她要彻底调查清楚。 老者的车子缓缓停在了康特家的门前,她的女儿急切地跳下车,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问康特的妈妈,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? 她失踪了,我们怀疑可能有人带走了她。 康特的妈妈一脸困惑地回应,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老者的女儿情绪激动,她边说边开始在屋内四处寻找,老者也加入了搜索,他们的目光在每个可能的藏身之处仔细扫过。 康特的妈妈显得十分焦虑,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,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有孩子失踪,人们都会怀疑到我,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事。 老者的声音坚定而低沉,我们不是随意指责,但我们确实需要查明真相。 她继续在屋内仔细寻找,不愿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。 康特的妈妈急得大呼小叫,为什么每一个失去孩子的人都要来找我,你们为什么都要污蔑我? 老者坚信,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孙子。 她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在各个角落寻找。 康特的妈妈感到非常委屈,反问,你不要把偷孩子的罪名扣到我身上,更不要来这里问我要孩子。 老者继续寻找,但依然没有任何发现。 康特的妈妈坚决否认,我与此事无关,我也没有藏匿名的孩子。 她的声音中透露出坚定和清白。 老者又问,凯尔在哪里,我们有理由怀疑她可能知道一些情况。 她的语气中透露出对真相的追求。 康特的妈妈一听这话,就知道他们也怀疑凯尔。 她为了维护她,情绪变得激动,请不要无端指责无辜的人。 这不公平,她的情绪开始失控,甚至采取了激烈的行动。 康特的妈妈显得十分焦虑和无奈,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 我真的不明白,为什么你们要怀疑我? 我从未对你们做出任何不公正的事。 老者的女儿,眼中含着泪水,声音中透露出深深的痛苦和绝望。 作为一个母亲,失去了孩子,我感到无法承受的痛苦。 我们之所以怀疑,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。 老者心中同样充满了悲伤,她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关怀。 我们并不是想要无端指责,我们只是迫切想要找到我们的孩子。 请理解我们的心情。 康特的妈妈坚决地反驳,我对你们有意见, 但我绝不会做出偷孩子这样卑鄙的事。 请你们不要这样污蔑我。 吉尔娜的态度显得冷酷无情。 他拿着猎枪,无情地驱赶着他们。 我不记得你们曾经帮助过我,现在请离开这里。 老者面对康特妈妈的态度显得十分坚决。 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。 我必须知道真相,无论是杰斯还是凯尔, 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如果你们继续隐瞒, 我将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我的权利和我孙子的安全。 他的话语中没有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。 康特的妈妈面对老者的追问, 情绪显得激动。 吉尔纳也紧握着手中的枪,态度异常强硬。 我告诉你们,我什么都不知道,你们没有权利在这里质问我,更没有权利威胁我。 老者的女儿眼中含着泪水,对老者说, 爸爸,我们应该立即报警,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。 这个小偷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老者点了点头,他接过手机,准备拨打报警电话。 但是,康特的妈妈看到这一幕,情绪变得更加激动。 她用手中的枪阻止了老者的动作, 你们敢报警,我就。 她的话语没有说完,但是威胁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。 康特母亲继续对老者说, 康特昨天也回来过, 她告诉我她想要要回她的卡车钥匙, 但是今天早上又出去了, 可能是想去找你们谈谈。 老者对康特妈妈的解释并不买账,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不信任和愤怒。 你真的是满口谎言, 怪不得没有任何人相信你。 康特的卡车钥匙和她的钱不都在你那里吗?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在哪里? 老者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怀疑, 她显然不相信康特妈妈的话。 吉尔纳看到老者和她的女儿仍然坚持不离开, 她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, 她的行为也变得极端, 竟然在门前点起了火焰, 威胁要放火烧他们。 这一举动让老者的女儿感到震惊和愤怒, 你这个女孩太疯狂了, 简直不可理喻, 如果哪个男人娶了你, 那她以后的生活绝对是一场灾难。 老者深知情况的严重性,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沉重, 对女儿说, 孩子, 我们可能需要暂时离开这里, 康特的妈妈霍吉尔纳的态度 让我们的怀疑更深了, 但我们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,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, 继续寻找我的外孙。